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婚以后 我想去江苏打工还债 他可怜我 陪我一起去 我很感激 我也加倍努力工作 想早一天翻身 离婚前 我也想过他的福 我想帮他多还点债 但到了江苏这一年多 他对我越来越不好 我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但他不理解我的压力 我跟自己特别较劲 就像早一天让他过上以前的日子 吃苦受虑的日子已经很难了 他在对我不好 我就真的不想再过一阵 我的心累了 那我们的婚姻呢 来 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 32岁来自吉林萧寿 女嘉宾邹女士 28岁来自黑龙江 吴武元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15年结的婚是吧 对 15年结的婚 认识多久结的婚呢 我们两个是10年认识的 认识了5年以后结的婚 是吧 哪年离的婚呢 16年 16年就离婚了 对 刚才小片里说 因为做生意失败 欠了很多债 所以离的婚是吧 是 这为什么呢 是为了 就是刚开始 生意刚失败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 每天就是重复的 就跟我说 咱们两个离婚吧 我就给不了你幸福了 然后你就是 就是 就他说的 对 就是再找一个 可能比我会更好的 一个男人 能给你更幸福的生活吧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坚决不同意 跟他离婚 我就感觉两个人 在一起感情特别好 你说离婚也不至于 但是现在孩子也有了 当时孩子多大 那个时候孩子刚一岁 你提出的离婚 是因为你觉得 没法给他幸福了 对 那后来怎么就真离了呢 就是通过一件事 我们两个就把婚离了 什么事 挺冲动的 我们两个 就是生意失败了以后 然后就拉起挺多债务 就是在亲戚朋友那 借了挺多钱 然后 亲戚朋友上家里去 然后就说 想要这笔钱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生意刚失败 就手里面根本就没有钱 就还这个债务 然后亲戚到家来 就说 你就是冬天的时候 不是买了个雕吗 然后就直接就从我的衣柜里 就把这个雕都拿走了 可能我作为一个女人吧 我就感觉可能是挺难受的 那总跟我说离婚 然后当天晚上 她又跟我提离婚的事 我说行 第二天 我们两个就离了 但是离完之后 小片里介绍 你们俩其实还在一起打工是吧 对 离完婚以后 我们两个就去了长州 离了婚了 干嘛还跟她一起去啊 离婚 其实我真是内心 我是那个时候是不想离婚 因为我有我儿子了 而且主持人 你们不知道 我儿子 我要的特别不容易 我们两个 看10年认识的时候 就是两个人感觉特别好 她也挺喜欢我的 我也挺喜欢她的 就是出了一段时间 两个人就打算结婚了 但是我有一点 就是先天性的妇科病 就是不能生我孩子 然后我就先跟她说 我说我不能瞒你 反正我这就是 我有点病 要是能治好的话 咱们两个就结婚 要是真治不好的话 那我只能 我不能耽误你 毕竟你这一个男人 连个儿子都没有 我就感觉好像这个女人 对不起她吧 太狭隘了 所以我 就是我想的就是挺多的 然后但是我们两个五年 就是我连治了五年病 然后就 到一五年 我怀孕了 我们两个立马就登记结婚 12月我儿子就出生了嘛 就是对她的这个情感 还是比较深的 对 还是有的 对 因为离婚挺冲动的嘛 那个时候 所以大家看看 这对曾经的夫妻很有意思 一开始都会被别人想 女生迟迟未嫁 拖到五年才嫁 是因为说 我有可能不能给你生孩子 对 所以我不愿意嫁给你 直到我能生了 所以我才嫁给你 这是女生 对吧 对 因此才有了男生生意一做失败 男生就说了 我不能拖累你 所以我要离开你 对 我以前我在 我没赔钱之前 我做了一个烟酒店嘛 我俩一起经营 然后烟酒店虽然说 当时做的时候很小 但是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然后我也攒了几十万块钱 当时就是心血一澎湃 正好赶上他回孕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 你不能说得看眼前的 这个这一点点的利益 你要做点大事情 赚更多的钱 然后正好赶上他怀孕 我说那就做吧 我就把烟酒店关了 关了之后就跟朋友一起 投资了一个木材生意 但是可能说受大环境 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方面 赔了 就是把我烟酒店的钱 都以前挣了 也遮进去了 对 遮进去了 又从亲戚朋友借了挺多钱 借了大概有三十多万 但离婚之后 其实并没有真的分开 是吧 我们俩还一人在一起 去长洲怎么样啊 去长洲一年半 我感觉还可以 可以 对啊 我现在的机婚也还了 大概一半了 可以啊 对 他就是 三十多万的机婚 还了一半了 很厉害啊 这个 其实主持人 如果要是不来到长洲 我们俩可能还真就复婚了 但是来到长洲以后 这一年半 他的脾气秉性性格 就是脾气越来越暴躁 然后性格越来越不好 他总说我脾气暴躁了怎么样 跟以前不一样了 其实我感觉我没有变化 但唯一变化的只不过就是我心里面压力比较大了 我自己内心比以前要敏感一些 但是我主体我还是没有太大变化 好好听听你的前妻说说啊 他有哪些变化 他总是说借着 我压力大 怎么怎么样 那你说 他压力大 那你说 我既然是离婚了 我都能承受 跟你一起去长洲 一起跟你拼搏 一起打工 我总想替他分的 但是没想到的是 到了长洲以后 他就是 每天就是 情绪特别不好 然后 最让我痛心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上一个月 我儿子因为肺炎 在长洲住院了 然后我就特想回家看我儿子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要回家 他就是不让我回家看孩子 其实当时是什么情况 当时孩子有病了 我妈给我打电话 我们说孩子肺炎要住院 我说大概需要多少钱 我妈说大概得八千块钱 当时我俩手里没有 我跟同事朋友们借的 我把钱汇给我妈了 住院第一天 我妈说的 孩子就已经有 好转了 治疗效果还非常好 他非得要回家 从长洲到东北的话 路费来回的话 一个人大概需要两千 而且他还要需要 请好几天降 里外一家又好几千 再加上我借的 又一万大多 对吧 然后当时我跟他说 我说你不要着急 小孩有点病 很正常的 而且我妈 看着自己的孙子 这很正常点事吗 回没回啊 后来 后来回长春了 不都回了吗 孩子病好没好啊 但是他回去就忘了 他没回来啊 我回家 他不让我回 我就生气 我这心里太难受了 回没回先告诉我 回去了 回了 我给孩子抱回我家了 为啥抱回你家啊 他不不让我看孩子 不让我回家 那我就直接把孩子抱我家 我就不跟你过了 不行吗 当时我不让他回去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当时跟他说的很好 我说孩子又好转了 把你回家这个钱 到时候孩子病好了 之后给我妈汇过去 让我妈领着孩子到长洲来 咱们能见到孩子 而且还不耽误咱们的工作 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妈一直 帮我们看孩子嘛 带孩子 我妈也挺累的 我说正好借着这机会 还能到南方来旅旅游 带我妈散着急 一举两个的事 你这是理性考虑 她那感性 可是主持人 他这个人 就不只是单一的这一件事 他之前 就是从来也不喜欢喝酒 但是自从去了长洲以后 这一年半 几次就是喝酒喝得大醉 一夜一夜都喝晕了 就是手机就连丢了嗓 你说他得喝成什么呀 我是特担心他 但是我每次跟他说 我说老公他别喝酒了 对身体也不好 我还担心你 然后我打电话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哎呀行了挂了吧 我这有事呢 明白了就是 就挂了 爱喝酒了 爱喝酒他脾气也不好呀 往往是我关心的 我就说老公你怎么怎么样呢 他都是 哎呀行了你可别磨叽了 我就不愿意听你这些话 你这些磨叽的 我们两个同事下班 下班以后 我说老公你看 咱们两个 就是把屋子打扫了一下 你扫扫地 我把饭做了 他就是复言了事 就简简单单 就花了两下 把他挑事往这一扔 我不是说复言了事 我们到长州 租那个房子 因为我们工作的 性质是什么呢 我们工作去 然后到这个家里面 就是睡一觉 然后起来了又工作 没有必要 说得天天去打扫 然后我就说那你不打扫 我打扫也行 我这么打扫着 他就说 你手上的屋子有什么用 你也不当钱花 不是主持人 我就认为作为一个女人 我得不到丈夫的安慰 前段时间 我说我想买个洗衣机 就因为一个 一千块钱洗衣机 他把我 就是说的 我就能 就是差不多 就是护了一夜 我不是说不让他买洗衣机 关键我们暂动工作 第一 不是很稳定 肯定要换工作 而且有一天 我们也要回到我们东北老家 你说一千多块钱的洗衣机 对于咱俩来说 一千多块钱 是什么概念 一千多块钱 是一个月的 现在的生活费 你到时候又拿不走 那你说一千块钱 在你眼里是多 到别的地方了 那你是不是 又要把这个扔掉 那我这一年半 我问你 我买过一件新衣服吗 那我没让你买过吗 我一年半 我给你吃些 我连一件新衣服都没买过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当时让你买衣服 你说不买 明白明白 主任你想一想 你的关注点不在于钱 你的关注点在于 老公疼不疼我 对 他的关注点在于说 这个钱我能用来做 更需要我去做的事 他把一千块钱洗衣机 看得特别重 那你说一千块钱 你看得重 那你呢 我们两个还了一年半的钱 再有个一年半 我们两个这就是 欠的这钱也就还完了 挺厉害的 挺棒的 但是他 因为我买洗衣机 就把这钱的 就是大权就拿走了 他就竟然就是背着我 长春朋友 给他打了个电话 然后就说 那个我在长春这边 有一个活 就是说 有一个宾馆 需要这个电工的活 然后往外承包 然后他就特冲动 他就把这活就包了 我以前我做过电工吗 当时跟我说的挺好的 我感觉翻身的机会来了 当时投资四万块钱的话 一个月我回报十万块钱 他就是背着我 从我们老板手里面 就偷偷把这四方元借出来 我根本就不知情 就把这个钱 就给的朋友 转过去了 那你说 你之前 就是你都已经赔了 赔了也就过去了 结局呢 但是你还是说 往里面就是 就是 结局呢 结局就赔了 赔没了吗 人家老板不给他钱 他就得给人大工资 给人家往里面垫钱 因为工人也不容易 他们都是农民工 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 他们也有家 也有孩子 当时我用他们干活 人家把活给干了 我是不是给 我没钱是我的问题 我得弄钱把给工资给人家 所以我就跟老板借了 这个就算应收账款 还没收上来 对吧 不 但主持人 我说这些事 我就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说 你投资 他完全没告诉我 我问你几个问题 我就感觉不尊重我 这个 你没有一起到的长州 是吧 对 那为什么没复婚呢 就是因为他 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 让我这心太凉了 现在你带着孩子 在黑龙江住 对吧 那你今天来我们这干嘛呀 其实我这憋了一年多的苦 我就是感觉 没有地方 就是我从来跟他正面说话的话 他不会去理会我 我就是跟他说 我说老公我胃难受 然后这就一句话 那你上医院呀 我也不知道 大夫你跟我说有啥用啊 你说我干嘛了 我 我也是想得到更多的温暖 明白了 明白了 该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其实生活有的时候 不仅仅是笑颜如花的 它也有很猙獰的样子 生意失败 欠债 家庭生活 琐碎而不幸福 整个的离婚 后来又在一起 到现在带着孩子回黑龙江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 我非常理解 你的太太 我可以跟你一起吃苦 一起受罪 一起还债 一起去奋斗 打工赚钱都可以 但是我生活要有希望 你酗酒 它对爱人失去了希望 我把那个很简单的小屋子打扫的干干净净 你不让我打扫 那是我对生活的希望 它再破 也是我每天要躺在那生活过日子的地方 一千块钱买一个洗衣机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买衣服了 我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 还有最后 你自己做主 再次投资 是吧 他说我们只要再努力一年半 我们所有的债务就还完了 那是对未来的希望 他看不到 一年半的时间 两年半的时间 还是更多的时间 我总得有个日子吧 所以他才选择再次离开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想挽回 这样的一段婚姻和感情 您必须做出调整 不管日子再怎么艰难 都要表达和表现爱 压力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化解和处理 才是您应该有的能力 祝你们幸福 我很钦佩你们 你们身上我看到人性的光辉 我说的真的 就你在你老公生意失败的时候 离不离婚这个事情两说 这不重要 其实因为你还是陪他一起去打工 去还钱 就是还是在一起嘛 根本没有想过任何跟他 要分手要离开 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他也是 其实他也是 你看第一个他没赖账 第二个 人家欠他钱的时候 他没欠下面工人钱 就到这种程度 我们还能够做到 我欠人的钱 我一分不差的又要去还 人家欠我的钱 但我绝对不拖欠别人的钱 所以我特别佩服你 我希望你们能走下去 所以我想分析一下 您丈夫的心理成因 您丈夫为什么 在这段时间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我想告诉你这个事 它其实是在一个巨大的压力之下 导致了动作的变形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 进入正常的生活 他赔在你身边 他帮你还钱 其实我相信你觉得欠他的 欠孩子的 欠你爹妈的 欠很多人 看着孩子一天天大起来 你的钱还没有还上 我相信你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这些巨大的压力 使得你不再关心周围的一切 刚才左杨老师说了 你不关心生活了 你不关心爱人了 你甚至连孩子都不关心了 他对孩子很好 我知道他对孩子很好 但是在生病的时候 他会考虑钱这件事情 对 但是这个事情我很难受 你的动作在变形了 我个人认为 你的内心的力量 没有那么强大 或者说你的内心崩溃了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我真心实意地给你的建议 不要再提翻身这件事情 我这么跟你讲吧 其实我记了几笔 就是一个是什么呢 叫能力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你赚钱也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能力 或者技能 没有发生一个本质的 飞跃性的变化 那么你赚钱的速度这件事情 是不会有飞跃性的变化 所以你不可能一夜暴富 一夜暴富太难了 翻身这件事情 导致了你的心态的失衡 你觉得我可以突然之间赚到 好多好多钱 但是你的能力 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你懂吗 所以这件事情 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你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那么你去一次次压住 然后一次次亏更多钱 就会成为必然 还有一个就是 安分干活 勤劳积累的不是金钱 就是你攒下来的那些东西 不是金钱 而是你的技能 就你每天花时间 你可能只是当服务员 但是你的阅历在发生变化 这些才是你的积累 相信时间 相信积累 相信夫妻之间 亲人之间 他们真正需要的 不是把那些刁买回来 而是你在他的身边 我觉得相信这些事情 可能才是他愿意 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真正的原因 谢谢 生活不容易啊 但是日子就是这样要过呀 我觉得我们可以 落到生活细节的实处 去有转变 首先先生 酗酒 你还抠那个钱 什么 这个儿子生病五千八千 我们要不要回去路费的钱 你喝酒 丢手机 丢三步 花掉多少钱 你算过这个账吗 你投资失败 为什么之前不和老婆商量 你跟她 说过抱歉吗 没有 她当年必须治好自己的病才肯嫁给你 为了给你生孩子 这是一个女人多么伟大的力量 而你呢 大难来的时候 你说咱们离婚吧 我不认为你是为了保护她 你不过是不敢面对 那个巨大的压力 离了婚又如何呢 你只能让自己心里舒服一点 说我是不想拖累你 实际上你一刻也离不开她的陪伴 她的照顾 她的包容 对 我觉得这场大难来的时候 正是你应该反思自己人生的时候 第一步戒酒 第二步 有空 常回家看看孩子 赚钱是为什么呀 是为了家 为了孩子 为了老婆 其实我也想天天跟孩子在一起 但是现在生活到这个地步了 你是想象不到的 我怎么会想象不到 你抽出一天 你赶个夜车回去 陪她玩半天的时间 再赶个车回来 做不到吗 对 她就这么说的 说我肺炎等你到家了 孩子可能已经出院了 我想跟女士说的是 其实真的应该有自己的主张啊 你的对她的包容 其实也造成了她今天这样的状态 即便我跟她沟通 她依然听不进去 这个和你无底线的包容有关系 其实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坚持自己的主张 我们该有自己边界和立场的时候 要坚定 以后该把握的 把握在手里 想换洗衣就换 你自己赚钱 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也给她成长的空间 也给自己能够放轻松的空间 只有我们的心态都相对轻松起来 才能还得上债 才能过得上轻松的生活 否则一直就在压抑当中 所以女士我希望您也调整 不要老是惯着她啊 不是说她惯着我 她一千块钱洗衣机买完了之后 明天的吃饭钱没有了 我不想和你辩解啊 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 今天不开心 是为了三年后开心 那今天的开心怎么办 我们只为了未来的三年 这三年不过了 这三年就崩溃了 你明白吗 只不过咱们角度不同 是的 角度不同 谢谢 她是被生活已经完全压在那儿了 谢谢严老师 来 图老师 在生活当中 的确有一些很仗义的人 他们遵守承诺 帮助别人 就像刚才大家所说的 他不拖欠别人工资 再苦再难 咱不欠账 但是在爱情和婚姻当中 没有所谓的账命 为什么呢 如果说在婚姻当中 有人很高尚 事做得特别好 特别为对方着想 但如果是真心相爱 你再怎么做得高尚 始终会被对方所牵挂 他说他不想拖累你们母子里 质疑要跟你离婚 事实上到了后来 他依然是跟你在一起 你一直在支撑着他的事业嘛 所以咱在婚姻当中 咱们就做一个凡夫俗子 谁也别说 我不拖累你 你也不拖累我那种话 夫妻在一起过日子 本来就是一个平常的男人 和平常的女人在一起 同甘共苦 你为我着想 我为你着想 就像你 现在甭想着什么 是不是会拖累他 是不是我要挣多少钱 给他们怎么样的生活 他其实现在要的 可能就是一台袭击 可能就是此时此刻 你对他的态度 你做好这个就可以了 而对于你来说 你也别种想着 把这个男人的自尊 给维护好 把自己的男人 能够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他就是个凡夫俗子 他所需要的 就是你对于他的支撑 无论是当年做小卖部 乃至于到长州去打工 真正在经营能力上 和工作能力上 你是比他要强的 你也不得不承认吧 其实一直以来 他是你的精神支撑吧 对 所以咱就别撑着了 在这方面 咱不如老婆就听老婆的 没没明白 该回家就回家 好不好 患难夫妻不容易 好好顾 就这 给你请一人来 好不好 来 我们有请 这谁啊 你下去接的 我妈妈 婆婆妈妈就是 儿媳妇好不好 好 确实好 我这儿媳妇 从跟我儿子处的一项 就是认识到结婚吧 跟我都没哄过两 一次都没跟我就是吵过架 不单这个 而且她还挺孝顺 特别孝顺 我爱人的时候有病 不愿 她就是说 当姑娘的 甚至都做不到 照顾父母很好 对对 这个孩子吧 在我心目当中 就是任何的人 如果我儿子 今天要不把他 领回去 就是他 任何人都代替不了 我这儿媳妇 明白了 婆婆今天来 就是希望 儿媳妇早点回去 是吧 希望她跟我回去 谢谢您来 谢谢您来的表态 回吧 谢谢 别回了 妈妈回了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给我生一个完整的家 回去 看到这对夫妻的时候 我们在心里面 是有一个最朴素的 一个倾向性的 从我的角度看 我就觉得 这夫妻两口子 该受的磨难都受了 未来可能还有 但是如果吸取了 现在的教训 未来的生活 可能会变得特别顺利 所以曙光就在前面 为什么不再咬牙 坚持一下呢 来 接下来进入 真情六十秒 其实 我以前做过 很多让你伤心的事情 但经过这一次 但是我自己也反省一下 但我还是希望你相信我 来来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我受多少苦 我受多少累 我都无所谓 我都能忍 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 对你关心少一些 但是我会找回原来的我 会越来越好 我会让你变不回去 我想要的只是 就是平常一个 平常女人的那种 跟丈夫在一起的那种生活 多少钱多少债务 对于我来讲都无所谓 我还能挣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我们见证 谁剧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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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好好的 祝你们开心 加油 请回 谢谢 谢谢 请回 谢谢 谢谢 令人敬礼